用數字看台灣掌握最近財經脈動 各位觀眾晚安 我是謝金河 歡迎再度收看本週的數字台灣 那麼在這個禮拜當中 我們看到在立法院 曾明中主委 那麼來質詢央行彭總裁 那麼問他台灣需不需要採取負利率 今天我們的節目單元要從這個台灣或是全世界 在這一次日本實施負利率之後 他對全球經濟帶來了新的撞擊 到底負利率有沒有辦法來拯救未來的世界經濟 我們今天請到吳慧玲教授跟吳嘉隆老師 來跟大家共同討論 我們現在在這一桌當中 最受到大家短目的焦點 是浩鼎的新藥解盲沒有過關 那麼這個事情影響台灣生技產業是非常重大的 我們看到在這一段時間 所有市場大家對浩鼎的解盲 看起來信心非常雄厚 因為浩鼎的股價漲到755塊 他把總市值拉到1300多億 一個新藥還沒有經過二期三期的解盲 這個市值有一千多億 這是全世界的奇蹟 這個解盲之後新藥沒有三期沒有過關 這二三期的解盲失敗了 這個失敗以後是公司的董事長跟總經理來召開記者會 那麼他認為還是成功 但是市場還是有負面的解讀 我們看到浩鼎在解盲失敗之後 股價連續跌了三支停板 那麼大家都在想會不會重蹈基亞的模式 台灣在解盲當中 基亞在2014年的6月 給全市場帶來非常大的震驚 因為他在486塊附近股價在解盲 這個後來失敗了 那麼到現在為止 股價最慘掉到68塊 那麼現在浩鼎在高價解盲 做失敗以後 那麼對台灣生計業到底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那麼在浩鼎解盲之後 我們也看到杜子成在臉書 他也痛批翁起慧 那麼他認為這個疫苗可以作為要用 那麼他認為建國中學落榜 可以直接昏花到大安高宮嗎 那這個是也引發國內的學術界 大家共同討論 那麼在浩鼎解盲的事件 大家可以看到 第一個我們看到 這個浩鼎的張念慈董事長 他原來是技術出身 但是他對股價非常重視 他一再在談股價 同時他認為公司必要的時候 他會進場 那麼大股東也會復盤 那麼他對股價這麼敏感 這是讓大家非常意外的 第二個是翁啟衛院長 理論上他是中央研究院的院長 應該是全國超級的院長 但是看起來好像浩鼎的董事長 所以這個角色在浩鼎解盲之後 看起來是讓大家有點錯 就是在浩鼎解盲之後 大家要非常平心靜氣來看 蔡英文未來的總統 他也把生技產業 列為臺灣未來發展五大重點產業 那麼這次他跟生技業有很多會談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全世界的新藥研發 其實都已經走到一個非常進步的里程碑了 但是臺灣其實我們很多人都在租本市場去賺這個錢 但是現在你可以看到很多公司營業額是零 但是他的市值幾百億到上千億的都有 但是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要問蔡主席一個問題 未來你如何把臺灣的生技業的市值 要把它變成產值 如果我們的新藥研發 都停留在做夢的階段 臺灣這個產業發展會形成一個騙錢的遊戲 那我相信這絕對不是臺灣未來產業自負 我們看到這一家是美國的MerryMac 這是臺灣的這個智勤 他研發了新藥授權智勤研發 這一家公司在得到FDA的藥證之後 現在的股價從十三塊多掉到五塊七毛二 他的市值大概是六億美金左右 那麼六億美金如果犯算臺幣大概兩百億 但是我們這個接受授權的智勤的市值 遠超過MerryMac 所以這是一個相當奇特的景象 也是值得我們好好深度來思考 另外在這一週當中 民進黨黨團提出的這個加稅案 就是營業稅要從五趴加到五點五趴 那宜徵稅加到百分之二十 從百分之十增加到百分之二十 這個時候可能大家重新思考 民進黨剛剛執政要不要一開始就從加稅下手 那麼在過去這個馬通道任內 在從贈手稅一直到富人稅 現在我們看到在過去二零一五年 整個營手稅增加了四千七百二十七億 那這個包括營手稅增加四百六十一億 四千六百一十一億 中國手稅四千七百二十七億 我們在去年稅收超增一千八百三十八億 那這個情況大家可以看到台灣的經濟各方面的主標非常不理想 但是我們的稅收是大幅增加 最重要是避稅的效應 因為今年富人稅正式上路 我們很多的守得都在去年把它劃分到去年去的 所以這個未來的這個租稅政策到底走向 值得大家高度來關注 我們要看看在這一次的這個富利率的 這個未來的發展的動向 我們先看到這個黑田冬月他在祭出富利率之後 日本的情況並沒有實際的好轉 那大家也都在問一個問題 全世界瘋狂印鈔票來救經濟 那為何通貨膨脹沒有來 而且反而有點走向通貨緊縮 那包括日本現在安倍三次劍走到這裡 好像情況越來越慘 美國的通貨膨脹率這個CPI一直往下走 這是大家看到金融海嘯五大怪現象 包括低的油價低的利率 然後通貨跟通收並存 另外一個是各國的央行的貨幣政策 開始逐漸的失效了 那這當中包括BDI平創新低 那最近大家看到一個油價跟金價的比 拉到四十倍以上 這是全世界很少見到的景象 油價在跌到二十六點零五之後 最近開始有點煞車 但是波動還是非常巨大 所以這樣的景象 到底給未來的世界帶來 什麼樣的一個新的效應 我們今天請到兩位專家 要來跟大家談一下 在富麗麗時代 我們未來的 這個對全世界的經濟的認知 跟我們未來的理財的規劃 到底要做什麼樣一個 新的因應的方向的一個改變 我們今天邀請到我們專業研究員吳慧琳 叫做吳老師好 社長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吳嘉隆老師 主持人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先請嘉隆兄來跟大家稍微講一下 這個這個富麗麗從黑田到安倍 現在日本 因為富麗麗的現在的國家 大概從丹麥開始到瑞士瑞典 歐洲央行現在亞洲 日本跑出來了 那到現在為止 我們看到日本的十年期公債殖利率 到今天變成零 十年期公債 你買十年期公債殖利率 沒有任何投資報酬率 這個在世界上 在歷史上也非常少見 那德國的公債殖利率 現在八年期以內全部都複數 法國是六年期以內都複數 德國的公債殖利率十年期 現在只有零點一五四 也是非常低 所以這樣的景象說明了 現在大家各國都是 卯足全力在幹 但是效果一來一差 如何來評價日本的負利率 日本負利率是亞洲的第一個案例 然後這個是一個算是 前衛的貨幣政策實驗 這個實驗本意是說 希望把當時在上升中的日元 能夠拉回去 就扁回去 那個一月二十一號的時候在大博士論壇的時候 黑田東諺還說 負利率不適合日本 幾天後一月二十九號 他宣布這樣的一個實驗 那這個東西給市場很大的驚奇 那黑田東諺上來以後的風格 是很喜歡給市場驚奇 那這件事情在理論上是有一點根據的 就是所謂理性預期的學派 他會主張說政策裡面只有為預期到的部分才會產生效果 但是這個理性預期理論 當時主要的是針對實體經濟裡面的就業市場 勞方資方的工資談判 如果把將來的通貨膨脹考慮進來的話 那會影響到那個工資水準以及將來的那個通膨壓力 但是現在這個概念用到金融市場的話 會有一些新的情況就是我們要注意到美國的貨幣當局 一直在跟市場 金融市場做溝通 這個與市場溝通 我們有時候叫做前瞻指引 那這個東西從葛林斯潘到柏南克到葉倫的話 美國是一直在做重大政策 推出之前的市場溝通 做得很很到位 黑田這一次完全不及格 也就是說他在不該給驚奇的地方 他試圖給驚奇 那這個東西就變成緩過來 為什麼就是說如果風險意識 在某個門檻以下 大家比較報酬率 所以就來來進行資金移動 資產配置 如果風險意識到某一個程度的話 我不敢報酬了 我會追求安全性 那日本的負利率給全球金融市場的震撼 在於說 他那個宣布負利率 入金指數跌三千多點 日元是跑到一百一十一點零六 對 這個意思變成說他的負利率激發了強烈的避險意識 而且是全球金融市場的一個避險意識 這個避險意識產生一個緩效果 就是日元變成了一個避險貨幣 所以變成說大量的資金 反而跑去日本來做避險 於是把日元推高了 所以他本來日元大概升到一一六附近的時候 想把他拉回一百二 一百二十一 結果只扁了一天 宣布的那一天 禮拜五扁了一天 扁完之後呢 整個二月份就一路升值 升到像剛剛社長講的一百一十一附近 一百一十二這裡 完全違背了政策的意圖 對 那這個表示負利率這個問題 他沒有先放風聲 沒有先把他的政策邏輯思考 來跟市場溝通 所以這樣子的結果會讓政策的效果 整個被推翻掉 剛好往反向走 對 那這個案子以後對學理界 就是那個貨幣政策的這個分析 會有很大的一個參考價值 也就是說現在全世界的央行裡面 只有美國在做市場溝通方面 算是很到位 歐洲央行 他有心理戰 包括這個 歐洲央行有點還是比日本好 但是還是比不上美國 日本央行的範例 最大的參考價值是給中國人民銀行 中國人民銀行在做人民幣貶值的 這個必要性的操作的時候 也必須開始注意到這個問題 就是你要事先把你的邏輯跟政策意圖 來跟市場溝通 讓市場能夠接受你的政策方向 所以中國把人民幣調整 中間匯加之後 一扁下去 所有病態全部跑出來 對 就是說亞洲的兩個大央行 日本央行跟中國央行 都沒有好好去記取美國貨幣政策操作的 這個寶貴的那個經驗 也就是說政策的效果 很大的一個部分 取決於你跟市場溝通的能力 然後黑田這個例子太明顯 就是他的我們用中文述語講 叫做一億孤行 但是其實他是想創造驚奇 以為驚奇才有效 貨幣政策的那個學理 我們以前都這樣子讀過來的 可是這一次恰好反過來是因為 他的激進的貨幣政策 他這個是比較走極端的 激進的貨幣政策引爆了避險的那個需求 風險偏好急劇下降 所以風險資產股票高收益債 還有新興市場的股市全跌下來 然後避險的需求跑到幾個東西 美國長期公債日元還有黃金 黃金被暫時當作 幣金漲到一千兩百六十八 黃金理論上現在並不是一個很好的避險工具 但是他也不得不被推上場 所以我們會看到避險資產在得到買盤的支持 風險資產得到賣壓 就整個市場國際金融市場是這樣子來迎接 日本這個負利率的這個宣布這個實驗 那各國央行之所以從量化從零利率到量化寬鬆 到負利率一步一步在走激進的這個貨幣政策 他有一個很很艱難的一個基本面的困境 就是說我們現在面對的這個問題是長週期的總體經濟現象 所以他現在在資產泡沫破掉以後出現的 就是孤朝明所說的資產負債表衰退這個概念 於是總需求的不足信用需求的不足 他必須靠公部門財政部門來頂這個缺口 因為現在企業跟家庭都在去槓桿化 所以你降低信用的這個借錢的條件 可是企業跟家庭不借錢他們還要還錢 所以就變成說本身就你不借錢已經緊縮了 你還還錢更緊縮 一定要有力量來抵消這個緊縮 否則的話再這樣子下去的話就變成真的通縮就真的來 那通縮的衰退跟一般景氣循環的衰退還不一樣 一般景氣循環的衰退 我們還看到物價在漲正常的情況 利率還是正常值 現在我們的話是利率已經不正常 通縮之下的衰退 那是惡夢 央行的惡夢 所以現在我們看出來央行被迫頂住 在財政不肯上場的情況下 單靠貨幣政策要來撐 結果越來越激進 第一招不行 第二招 第二招不行 第三招 所以量化寬鬆 領域率不行 量化寬鬆 量化寬鬆不行 現在互利率 變成說央行一隻腳一直在走路 一直在一直在極端化 極端化 到最後的話問題還是沒有辦法解決 這個禮拜其實美元指數一度回到95.236 這是相對最近的低檔 房金變成避險的資產 所以金價最高漲到1264塊美元左右 所以金價的上漲 這個可以看得出來 那個避險情緒相對的高漲 好 我們在這個單元稍微休息一下 回來之後我們要請 我們現在用這個法輪功的少林方丈大師 這個吳慧琳教授 來跟大家回歸基本面 我想我跟他在一起得到最大的精髓 凡事回歸基本面 那個心態回到把貪婪降到最低 我相信這是度過經濟不景氣最好的方法 稍微回來我們來請教吳教授 歡迎大家回到現場 我想在全世界在金融海嘯之後 全球經濟一直在往下走 各國央行卯足全力都在救經濟 最早從美國的QE開始 那麼這些年我們可以看到 所有貨幣寬鬆的手段當中 第一道手續大概是降低利率 把這個利率一直往下降 但是當你降到零的時候 已經到降無可降了 所以這個時候變成改印鈔票 所以這個印鈔票就是從QE 美國把它發揚到淋漓盡致 大家才知道原來QE是鈔票滿天灑 那麼第三輪現在進入到大家知道的負利率的時代 那麼現在從瑞士到瑞典到歐洲央行到日本 現在都進入負利率的時代 我們在歷史上很早看到公債殖利率 也會變成負的 現在連十年期公債殖利率都跑到零的時候 我相信這是一個新的時代 那現在有人講Helicopter就是用直接從直升機天上撒鈔票 到這一招我相信所有方法大概都已經用盡了 但是這種量化寬鬆也好 或者印鈔票救經濟或撒鈔票的方式 看起來對全世界經濟帶來效果都很有限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要請吳慧玲教授 來跟大家稍微來探討一下 為什麼央行已經所有手段都用盡了 但是對實體經濟效果有限 所以這個回歸到基本經濟學的基本理論運作到底關鍵在哪裡 沒有錯 這個就是總體經濟 然後在開始的時候 在一九三年代 那個時候就在做debate 就在辯論 辯論當然一個是奧古學派的 那一個是凱恩斯學派的 那因為那個時候就已經出現所謂的大過剩 就是所有的東西都是這個供給是大眼需求的 那供給大眼需求其實我們已經講過好幾次了 這個可以兩種解讀 一種是供給太多 一種是需求不足 然後你如果是兩個方向 那個不一樣的時候 那是南沿北側 奧古學派他們是說供給太多 那為什麼供給太多呢 就是因為這個泡沫 或者說這個物價上漲 然後讓那個商人以為那個生意非常好 所以就去趕快徵產 徵產又去僱用人家的生產要素 所以不管是那個產品的價格 或者是生產要素的價格 生產要素價格最重要當然是工資 工資上漲的時候 然後人然後就到這個勞動市場上來 然後生產以後生產東西出來了 生產發現市場上是沒有需求了 沒有需求當然就賣不掉了 賣不掉 然後就回過頭來 那有些東西這個非常嚴重的時候沒有人要 那個比那個垃圾還不如 賣不掉也沒人要 對 你不只是沒人要 你還把它清掉 那要清掉其實就是要僱人然後來把它清掉 所以價格是變成負的 其實價格負的就跟這個利率 負利率是一樣的 那價格負的就是那個東西 那個比垃圾還 比垃圾還不如 那現在這個利率如果是資金的價格的話 那不是都告訴你說資金 那個就 那個就像垃圾一樣 這很奇怪 可是我們天天 歷史上來講 這個鈔票是有價值的 所以有利息 對不對 那現在變成說沒價值 這個完全 這是很奇怪 這個是一個 另外一個東西說 看到這個人類真的是左向這個冥亡 這個講嚴重的其實是這個樣子 我常常說這個是沒有明天的 那什麼叫做沒有明天呢 因為你要 你有明天是說明天要更好 那你明天你一定要有生產嘛 明天的生產基礎是今天的儲蓄 然後你這個資金 然後借這個最後轉變成這個資本 那個資本就是機器 設備廠房這些東西 然後是明天的這樣這個生產 它會 它會增加 那明天才會 好 那你要這個樣子的時候 就是你今天這個資源 然後到明天來用 你會用的比較有效率 比較有效率的話 然後這個生產就越來越多 這個才是一個正常的這樣一種人生 可是你現在原來是用這個利率 所以你是正的 然後來使這個價值提升 可是你現在如果是利率變成富的話 那當然是就沒有價值嘛 明天沒有價值 那你明天沒有價值 所以說沒有明天嘛 所以富利率政策另外一個這樣都有這個意涵 那我就講說這個是人類沒有明天的 這個東西是誰的理論呢 其實就是凱因斯理論 凱因斯提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他很聰明 所以他早就對自己免疫了 免疫是什麼 我早就警告你們 我這個政策下去的話 你是沒有明天的 你就活在當下 是什麼意思呢 所以他的一句名言 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 他的long run在我看 那個就是明天 他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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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的 所以他說人是活在當下 好 人是活在當下 你現在這個資源現在錢 你通常今天把它用掉了 因為你明天就死掉了 好 你不但要把你自己錢用掉 你還要去借錢來用 所以現在就是負債 大債時代 如果你要自救 或是要人類你不要去滅謊的話 應該是要把那個奧國學派的理論 然後再把它拿回來 到最後奧國學派理論 最後是回歸到每一個人的身上 我們每一個人你就要 你要救自己 你要有明天的話 你今天一定要儲蓄 你要儲蓄 儲蓄並不是你不消費 政治要以人為本 經濟要回到基本面 對 是要回到 這個是回到基本面 因為所有的這個經濟 最後都還是回到這個實質的生產 這個貨幣這個東西 原來是沒有價值的 所以又回到我的 我們以前的院長 這個蔣壽傑先生 對 蔣壽傑先生 他一直在講這個 他不承認這個貨幣 現在有這麼多 這個M1 M2 M100 之類 那個不對 因為只有M1A 對 只有這個鈔票 那個東西才是真正的貨幣 對 那現在這個延正金融 你的最後都要換成貨幣 對 所以延正金融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你就是說這個貨幣 就是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那這個錢 淹死人 這個錢比那個水 那個在淹的時候 那更厲害 一九八零年代 那個時候我們賺的錢非常多 然後從一九八五年開始 就股票一直往上漲 然後一九九零 不是漲到那種一萬兩千點嗎 可是一下子他就掉下來了 那掉下來 那個東西就是一個投機炒作 那個這個 那就是後面就是外圍存體 那個太多了嘛 好 那現在外圍存體最多的是哪個國家 中國 第二個呢 日本 日本 那現在這兩個國家都在做這個金錢遊戲 貨幣的這樣動 然後用這個負率率 所以今天最大的這個所謂的黑天鵝 其實這兩個國家嘛 好 現在日本的開始用這個負率率政策 當然你就是害死人嘛 然後你沒有 就無效的 無效你還 所以我把它稱為這個各國央行的吸毒遊戲 是 對 所以這個吸毒這個東西 就是說其實他的前一段 那就是麵頓弗德門講的 他是酗酒 把你灌醉 你以為你已經這個恢復健康了 其實沒有 好 那你這個這個等到醒過來呢 看到這個情勢還是越來越不好 又跟你灌更多的酒 那你現在呢 不只是讓你酒醉 然後讓你吸毒 那人一吸毒 那最後你這個毒癮是很難去戒掉了 所以如果按照這樣下去 我是其實如果是按照這樣下去 我是蠻悲觀 但是你樂觀的是什麼東西 看到臺灣現在這個人民結形 等一下回來我們請吳嘉隆來告訴大家 其實這裡面這個勾債殖利率 跑到富以後 其實對全世界央行來講 他又增加很多的課題 就是這個理論上來講 央行一定有很多的債券的部位 現在結果你短天期 全部都變成富了以後 這個對全世界的未來的投資 尤其售險公司 我相信應該會非常慘淡經營 是非常麻煩的 這也是現在全世界銀行業內 苦不堪言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源頭 等一下回來我們再來解讀 稍微來 歡迎回到現場 我們現在看到先從債券殖利率 從政轉付 這個對全世界到底帶來什麼樣的衝擊 我們第一個看到 這是匯豐銀行匯豐控股 那他去年賺了一千八百 一百八十八億五千八百萬 但是第四季虧損八億五千八百萬美元 所以股價最近大跌 那麼是渣打 渣打去年虧了十五億兩千五百萬美元 這是匯豐的財報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他在這個油原的貸款 大概有兩百九十億左右 瑞士現代股價如果從零八年的彩效 七十九塊歐元 掉到現在大概剩下十二塊 這個跌幅大概八十趴 那最近最嚴重的大概叫德意志銀行 這已經開始面臨很大的危機了 這個是匯豐控股的股價 最低是四十七塊八 那這個渣打的情況更嚴重 他兩百一十五塊 現在掉到四十四塊 這都是全世界的銀行現在的苦境 所以臺灣的銀行股 股價也當然大幅度下滑 所以如果從公債殖利率的這樣的一個 大部分都變得負數以後 美國公債殖利率大概這個禮拜 是到二點一點這個七多 那這個相對也是在一點八以下 也是一個相當低的水位 所以我們如何從公債殖利率來看 金融業的經營 這個加農兄怎麼看 社長這個問題已經直接講到 我們目前這個時代的本質深層問題了 那首先銀行股最近的銀行股 剛剛講的那幾個是歐洲銀行 其實美國銀行也不好 現在變成說銀行股在跌 而不是只有油價在跌 跟那個能源公司在跌 現在銀行股最近這個跌 讓大家開始感覺到有點花毛了 會不會有金融危機又要來 那技術上來講金融危機就是有某些金融機構出狀況破產 幹嘛然後可能會有骨牌效應等等 那我這裡藉這個機會回答社長這個提問 我要講出一個新的重點就是 我們現在把它稱為負利率時代 但是整個說來我們是處在一個央行陷入困境的時代 那第一個現象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是產能過剩 尤其在能源部門 對 那頁岩油 美國的頁岩油部門 就在零九年 美國開始推第一輪QE的時候 他去借錢 借錢以後擴充產能 然後銀行覺得他有技術創新 比較放心的把錢放給他 於是這個資金流到生產端 擴充產能之後 需求端那邊沒有跟上來 所以過一陣子以後大家開始發現 這個石油有供給過剩的問題 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告訴我們 為什麼大印鈔票量化寬鬆 結果沒有通膨 還通說 產能去化不了 對 那問題就出來這裡 我們以前注意的是資金總量 我們沒有注意到資金流向的問題 我現在提出這個概念叫做 資金流向不對稱的一個理論 就是說當你的資 以前我們說貨幣擴充寬鬆 會帶來物價膨脹有通膨 是因為那個時候接近充分就業 產能大概已經固定 所以增加的貨幣發行跑到需求端 當然就帶來物價的上漲 如果你的貨幣信用擴張 貨幣寬鬆是跑到供給端 沒有同時在需求端有配套的 跟上來的話 你就出現產能過剩 所以變成說貨幣總量在增加的時候 你看到的是通縮 而不是通膨 那我們就的理論是假 假設生產端沒問題 你現在貨幣寬鬆的結果 拉抬了需求端 所以有通膨 貨幣幻覺 所以現在第一個問題 我們看到產能過剩 產能過剩的本質是資金流向供給端 去擴通產能 需求端沒有跟上來 如果你需求端跟上來ok沒事 所以那個美國的夜營油產能 在二零一三年其實已經開出來 可是二零一三年油價沒有跌 一百多塊還撐得還好 是到了二零一四年的下半年七月開始 油價開始緩步走跌到第四季 二零一四年的第四季開始跳水 尤其是在使用輸出國家組織 決定不減產以後整個跳水 到去年的第一季 那個油價就開始到底部來開始震盪 從四十五又拉到六十又跌破四十 現在跌破三十這樣子 那這裡表示資金流向的不對稱 我們這一次是流向供給端 而需求端沒有跟上來 因為企業跟家庭沒有借錢 他沒有這個信用需求 所以信用擴張變成不對稱 這是第一個 所以出現了一個問題是產能過剩 產能過剩之後 下一個問題是清理過剩產能的問題 那在民間不借錢 然後資金流向少數幾個有創新的供給部門的結果 造成少數部門 尤其是能源部門 結果能源部門的債務違約開始出來 所以傷到銀行股 然後當你的那個負利率出來的時候 就像社長剛剛講 公債的收益下跌 這個也會傷到包括受險公司 在內的那些收益 然後這個負利率本質的概念 像很多保險公司 他去收的保單以前都是八趴 現在我看要找那個兩趴回報率的都很少 所以保險公司很困難 保險公司的大量資金現在缺乏應用的途徑 這個是一個麻煩一個困難 那我們現在的負利率的概念很簡單 不管你是歐洲的兩極制還是日本的三極制 就是說商業銀行金融機構在央行的存款 如果你是在某個等級以下的話 正常 利率正常 超過某個等級 超過準備到一個程度以後 過一個某一個門檻 才開始客戶利率 相當於收管理費 那這樣一來的話 那個除了打擊了銀行 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的收入獲利之外 他也讓公債的收益下跌 同時他在提高很多交易成本 所以聽說最近日本某些保險櫃已經賣光了 大家拿保險櫃來放現金 因為放在銀行那邊會被收管理費 不過這個放鈔票有風險 我上回兩三年前我到緬甸 緬甸華盛國歷史 我一個想 我到緬甸 我說奇怪 那緬甸的房地產怎麼貴到跟臺北市一樣貴 緬甸經濟水準我最少比臺灣晚三十年 但是緬甸的房地產非常高 我問了我說到底這怎麼回事 他說這個老一輩才知道 他說二三十年前 那個軍政府時代 他有一天宣布 那個緬甸的鈔票 當時最高額的是五千塊 他說五千塊那張作費 他說那一天仰光街頭 有兩百多人轟子跑出來 有錢人 他一夜之間家裡放鈔票 那張最大額的結果變成零 這個是我們舊臺幣跟信臺幣 換成一樣 這個是戲碼是一樣的 所以我就插取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企業跟家庭不但不借錢 而且還還錢 雙重緊縮的效果 所以資金流向如果不能進入需求端 也就是不能流入實體經濟 來媒介消費投資的話 這樣的一個超級寬鬆的 央行的政策 就沒有辦法產生效果 於是央行目前的測 那個陷入困景之後的這些走極端化的這些政策 等於再做一件事 就是買時間 買時間做什麼事呢 清理過剩產能 那清理過剩產能 我們再以能源部門做例子 俄羅斯的石油或天然氣公司 本來有困景 可是俄羅斯的貨幣大幅貶值 貶值以後他賣的東西回收美元 換了更多的鈔票 換回來他的本國貨幣以後 也就是說商品貨幣國家的貨幣對美元貶值的結果 延後了過剩產能的清理 最可怕的說 他原來他前年是二十九塊對一美元 他最慘的時候是八十一塊 我去俄羅斯的時候換五十五塊 沒錯 半年後變七十八 就是因為商品貨幣對美元的大幅貶值 反而使得商品貨幣出口國的過剩產能清理 整個延後 也就是說過剩產能會因此拖下去 中國的情況最明顯 拖下去的結果 原物料的價格沒有看到底部 他沒有打底的過程 看不到底部 於是這個原物料出口國的經濟 就繼續不好 對 於是他繼續貶值 繼續貶值的結果 又延後了過剩產能的清理 所以整個會拖下去 過剩產能清理最好的方式 就是讓他該倒了就讓他倒 對 但是問題是現在看不到 對 所以如果一 比如說像能源公司的高收益在違約 慢慢開始增加違約 有點像那個刺激房貸 那個違約開始出來 那這個情況大家記憶猶新 看到前一波 如果金融機構撐不住的話 大家可能就會又要期望央行出來救市 救經濟這樣子 所以目前央行用極端化的政策 在買時間 希望清理過剩產能 可是過剩產能 就像我剛剛解釋的 如果商品出口國 商品經濟體 他的貨幣貶值的話 這個過剩產能的清理會變後 干擾因素越來越多了 所以這個就是說 現在看起來大家 你講那個買時間 看你能夠偷多久了 那最後其實總還是要攤牌的 所以這個等一下回來 我們會看到這個像 顧曹明講的那個 駐產副代表的那個清理 現在全世界慢慢越來越多了 原來他講的時候 大家不太相信 為什麼 日本從一九九零年開始泡沫經濟以後 因為像比方說銀座的房子跌得百分之八十 那你來去房子去拿去貸款 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張資產負債表 你一邊是資產一邊是負債 你那個資產已經剩二十趴了 結果負債不但不會減少 還會增加 所以後面日本的二十年 其實只幹一件事 就在還錢 大家不斷地還錢 那現在全世界呢 這個最壞的情況是大家一直還錢 還到最後呢 整個磁力經濟當然就起不來了 這是一個源頭的原因之一 稍微回來我們要請吳教授 再回來幫我們來講一下 臺灣到底有沒有實施 富麗麗的可能性跟機會 稍微回來我們再來請教吳教授 好 面對全世界的這個整個經濟的頹勢啊 第一個我們看到全世界央行 大家都卯足了全力都要去救 但是這個救好像越救越麻煩 都沒有效 那第二個就是說 臺灣其實都如果以今年這個情況來講 我們央行突然降息 這個給大家感覺很錯誤 因為我們利率已經很低了 那結果這個彭總裁這一降息 大家赫然發現我們的經濟成長率 果然是節節下滑敗退 所以臺灣走到目前這樣的一個窘境 那鄭民宗問彭總裁說 有沒有實施富利率的可能 那彭總裁說不會 那吳教授怎麼看臺灣有沒有富利率的條件 絕對不要 因為下去了會更慘 會更慘 其實我覺得非常遺憾 因為一九三年一九三年年代到現在已經幾年了 快百年了 百年我們人到底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 照我看我是說退步了 其實我們剛剛都已經在談了 現在落到稀土 那稀土這樣說 這個跟現在實際的人間是非常的類似 非常一樣的 非常一致的 現在人都茫茫然都不曉得到底是怎麼辦 那其實那個就是現在 就是有一個名字叫做假性需求 假性需求其實就是泡沫那種東西 那也是我剛剛所說的 這個生產者他以為這個生意非常好 那其實不是 那個是這個還是money illusion 就是貨幣的幻覺 所以這個貨幣然後這個太多的時候 然後他就變成需求 變成需求其實那個是非常 是一個海市滲樓的這個東西 那可是實際上他以為真的 那你真的你去做了以後 當然出來就麻煩 就是剛剛也提到了 那個葉歐元的問題 你開採葉歐元那個成本是很高的 可是因為那個價格非常高 然後所以你的成本好像是相對的低了嘛 然後就去開採嘛 開採出來 就發現你這個沒有市場上是沒有那種 沒有那種需求 所以所以他所有東西都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東西要怎麼來做呢 還是要回到原點嘛 你換錯了人呢 你應該就是要去得到得到懲罰 你要付出代價 所以你的借債 你以前借債 你現在也要還 所以這個東西 那你現在受到這個受到傷害 不是你受到傷害 就是種瓜得瓜 種豆折豆 等我們要以這樣一種這個立場 其實這個有一個有一句話就是長痛不如短痛 那有市場來調解 是有市場來調解 市場的這個競爭力量越大的話 這個時間是越短的 是越短的 那個時候是誰來救呢 是這些好人來救 什麼叫做好人呢 就是你平常有在儲蓄的 你在儲蓄的 你儲蓄一些的東西 你現在還沒有化成這樣的消費 也沒有化成那個需求這個東西 但是因為現在物價非常之高 以外面這個資產 這個這個也是膨脹 所以你房子也買不起 什麼什麼東西買不起 那你現在這個 所以又有另外一個這樣的觀念 以前我們非常怕通貨膨脹 現在要通貨緊縮 對 通貨緊縮 其實通貨緊縮 那個是一個在我看來 那個只是 那個是一個 也不是說海線漿 不是 通貨緊縮這個東西的話 那個非常正常 非常正常 就是我常常解釋說 其實我們剛剛也說過了嘛 有些東西你生產出來 那個不只沒有人要 對 你比垃圾還不如 所以你早就應該把它丟掉了 現在比方說一個最基本的問題 比方說我們以前買房子 對 在通貨膨脹的時代 因為物價會不斷的上漲 所以房地產有保值的效果 所以今天不買明天會更貴 通貨膨脹 對不對 對 好 現在到通貨緊縮了 你不斷不會更貴 還有更便宜對不對 對 所以房市 房地產的保值的功能 就不見了 這個時候就是說 你去買房子的時候 所以你那個不是在保值的 對 那個你買房子是要來住的 對 所以這個這個東西才對 所以這個是回到所謂的實質經濟 不是在做投資炒作 所以真正是投資 這個才是真正的投資 所以我們應該回到這個正常的這個現象 所以誰要來 誰要來解決這個問題呢 其實就是全民來解決問題 那全民解決是這些好人 就是我剛剛說的 這個好人說你平常有一些儲蓄 你現在就等待 所有的這種東西的價格 他會往下掉 往下掉 掉到某一個程度就有人進場了 某一個程度又有一批人來進場 所以逐漸的會把那個過剩的這些東西 他把它消化掉 那個去化應該是這個樣子 你絕對沒有辦法說 現在政府然後出來的 創造有效需求 這個就是凱因斯他一直在講的 他說你現在沒有需求 所以我們來創造 而且他是有效的 那為什麼有效 因為後面他就是錢嘛 現在錢是握在洋行的手裡 所以洋行他要印錢 就可以印嘛 可是你短期好像有效果 可是你短期有效果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不讓價格往下跌 這個很奇怪 你原來要破產了 原來這個壞人 你不讓他這個付出代價 你現在還要獎勵他 這個不是懲罰好人嗎 然後呢 鼓勵這個壞人嗎 所以不要政府不要紓困了這種東西 然後要讓一般的民眾 我們自己要救自己 你要救自己 你要這個好的這種觀念 不要讓這個壞觀念 然後一直下去 凱因斯很聰明 但是他提這個東西 他是一個短期的 那我也能夠瞭解 這個短期 可是這個東西十次了以後 馬上要把它去掉 當然是因為他後面就有power 這個所以政客拿到這個東西的話 他當然最好 錢就在我手裡 那我要去做什麼做什麼 然後我就騙你 因為我這個上台只有四年 最長是八年 好然後我現在這個儘量然後去印鈔票 用各種方式來印鈔票 好像創造需求 這個沒有啊 他讓這個洞 然後會越來越來越大 好 這一日人下去 下一日人上來呢 他很怕 很怕說這個媒體 或這個民眾說你趕快救經濟 如果是經濟再下去的時候 我要讓你下台 所以他用從事顧忌 所以為什麼都叫做換了位置 然後換了腦袋 其實不是 因為現在形成的這種觀念 一般流行的觀念 然後就中毒了 這個就是一個毒的 一個不好的這種觀念 那如果他你要讓他不要繼續有這樣這種東西的話 我們要反轉 所以現在是一個很好的這樣一種機會 百年 百年應該是回過頭來的 這個就是回到原來的基本面 我想這個就是要很務實的生活 今天我要提一個 其實我們臺灣的經濟 在一九六零年代的時候 那個時候為什麼會發展那麼好 因為我們所用的不是凱恩斯理論 對 我們剛好那天是蔣先生 他一直講 我們是用跟那個流行的這個完全不一樣 對 完全不一樣的是什麼 最好了 就是很好的今天來看 就是利率 利率 那時候大家都壓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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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要促進投資 但是他說不要 他不是說要提高利率 他說你政府不要再壓了 你把他放了 放了以後市場 他就是市場利率 所以連到利率他就提升了 提升以後這個儲蓄就增加 對 所以增加以後 你這個實質的這種 這個經濟這個生產 他就上來了 所以我們應該用那一段的歷史 然後來 所以臺灣應該是要走出來 不要跟這個全球 然後一起往地域去走 我們要往向天堂 往天堂還是把過去的那一套 把它拿回來 我們要勇敢的實施 這個跟人家不一樣的 那新的一輪的這個經濟奇蹟 臺灣的奇蹟又會出現 好 我想這個有幾個法寶 但是最後來講 我還是認為回到基本面 所以大家不要揚苗助長式的 這種刺激經濟的行為 少做一點 然後大家好好把基本面調整好 臺灣才能夠重生 我想這是最大的戰略原則 等一下回來 我們要請吳教授 吳教授老師 再跟我們重新談一下 2016年大家都知道黑天堂非常多 所以今年在全球經濟 世界經濟當中 有哪一些大家要非常小心注意的地方 稍微回來 我們今天探討的是負利率 從這一張圖 大家可以看到臺灣其實還是我們還算正的 那但是所有實施負利率的國家 到現在為止我看經濟都沒有起來 所以這個就是告訴大家 負利率其實效果有限 好 今年另外一個就是 你看到美國的稻窮指數 如果你這樣他已經漲了七年了 那現在他留下了一個 如果以追溯的 這是一個明顯的頭部 所以這個頭部看起來 現在變成右肩 右肩如果彈不上去再下來 那有點可怕 臺灣我們這幾年剛好有點相反 臺灣今年我認為氣跟硬有在轉 為什麼臺灣在 我們過年休假那個禮拜 剛好日本實施負利 那個股票跌三千點 我們剛好在過年 結果回來一個禮拜五 全世界股票在漲 我們開始贏上去 我們漲了六天 所以這個看起來 運氣好像開始改變了 天佑台灣 所以好 這個我們請加農兄 來告訴大家 今年大家都講天佑很多 所以我們在整個面對世界經濟 這個變局當中 我們的全國的投資大眾 應該有哪些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日本這個負利率 也可以算成一隻黑天鵝 那我們對銀行的超額準備金的某一部分 去課增負利率 就是保管費 這個東西是在信用的供給端下手 處理問題 但是現在出問題的出在需求端 就是我們剛剛講資產負債表衰退這個概念 說企業跟家庭都在這個還債 不借錢就算了還還債 那所以需求端信用的需求端是不行的 然後我們的貨幣超級寬鬆 是要在信用的那個擴張 是在供給端拼命推 可是需求端那邊不想接 所以這裡就變成說 我們有個成語講說 你頭痛一頭 腳痛一腳 我們還是反過來 這頭痛一腳 腳痛一頭 就是需求端出問題 我們從央行的政策 從供給端下手 逼銀行把錢放出去 問題是銀行找不到合格的借款人 銀行的錢送不出去 歐洲 日本 中國 臺灣其實都一樣 就是說我們銀行要換款的話 不是要有抵押品 要有信用的調查 要這個信用貸款的品質 要到一個程度 這些傳統的這些過程 讓銀行錢根本不敢放出去 可是央行拼命的這個 在後面吹他 拿刀子捅他 你要把錢放出去 所以我說簡單講 叫做需求端出問題 從供給端下手 所以沒辦法解決 對 是這樣 那我們現在看到表面上 就是央行用各種極端的政策 在買時間清理過剩產能 過剩產能的行程是因為我剛剛提到 就是資金流向的不對稱 那央行之所以一路走極端 從零利率到量化寬鬆到負利率 他其實在害怕一件事 因為這個害怕 所以他不得不挺而走險 他在挺而走險 那個東西叫做通縮 那我們現在可能最擔心的 全世界最擔心的 投資人也最擔心的 就是萬一我們真的陷入通縮式的衰退 那這跟一般景氣循環衰退不一樣 我們以前的那個衰退的話 我們的那個就業水準正常 我們的物價還在兩趴或三趴 這樣正常的在漲 現在我們不是 通縮式的衰退是幾乎是央行的噩夢 可是這個問題跟通膨不一樣 通膨現在可以解決 但是通縮沒辦法 所以現在我們要指望央行或者政治人物 在財經決策上說用放手讓讓市場來自動調整 這裡面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你碰到市場失靈 特別是心理狀態的悲觀循環 陷入一個悲觀循環的時候 你會走不出那個困境 所以現在我們可能必須重新去看一下那個現金為王 那個概念 就是說你報現金 你這幾年都沒有投資賺到錢 沒關係 將來緩彈的時候 風暴過去了 那個緩彈起來的那個報酬率會很高 幫你把前面幾年沒賺的賺回來 好 這裡面其實只有一個萬倍不利其中 好好一個國家把財務報表整理好 個人其實要把負資產負債 要達到一個平衡的狀態 所以這個就是說最簡單的回到基本面 那這個時候呢 領導國家的領導人其實經濟啊 我常講平常心面對不要用拚的 為什麼拚了以後都要助長 然後呢 產生更大的迫害 所以這個就是要回到基本 經濟的主角是群民 對 不是政府 是 好我想這個今天我們時間已經到了 感謝大家的觀賞 今天謝謝吳慧玲教授 謝謝吳嘉隆老師 好 那下週同一時間請大家繼續收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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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